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所谓的左青龙右白骨 左眉毛有智 就是所谓的青龙为有智 是非常有吉利的 这个智的女生 娘家的经济通常会有一定的基础 而本人也是既能干又漂亮 是上德厅堂下德厨房的典型代表 男人娶到这样的女人 可谓是非常有福气 也许事业上不是女强人 但是能够在家里打理的井井油条 帮助丈夫成就事业 如果志向光泽叫好 或者是善智的话 是漆黑的善智 发亮的这种善智的话 那么是叫眉宗常智 草里常出 一直被说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左眉之智主才是富贵之相 如果是这个眉毛 女人这个左眉毛有智 多半是望夫的特点 能够对这个丈夫的事业和财运 有帮助 这是左眉有智 这个青龙位有智 那么还有就是在这个鼻子上有智 鼻子的位置有智的人 大多数都是家里能够积累很多财富的人 尤其质的这个色泽比较鲜亮 有光泽的话 这个事业运人更好 鼻翼在相书当中称为蓝台和金贵 相当于这个保险库 金库的保险库 那么女性的鼻翼有智 主能守财 前提是这个善智 衣食无忧 可保家庭事业成功发达 鼻梁上有智的女人 性格善良 开朗积极 即使能够遇到挫折 也不会闷闷不乐 于是总是往好的方向想 是一个乐观进取的人 前提当然也是善智 就是鼻子上有智 那么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嘴角右上方有智 嘴角右上方有智 这个代表了荣华富贵 并且有这个财富伴随终身 这类女子呢 这个不动产居多 可能是祖上有遗产 男士们要注意的 这些面相的女人呢 天生有福气 她们这个财运 子女是都非常好 婚后既能够将自己的好运 分享给伴侣 也能够教育出 聪明可爱的孩子 这是非常不错的 好了 有关这个面相当中的几个智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